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说完了红粉老毛 咱们再说说 和伟大的红楼梦有关的当代人物吧 又是一些个泪奔故事啊 待遇型的女生 提前准备好纸巾啊 情文型的 可以准备扇子 好 开讲前有请各位资深看官点赞 新来的看官 请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小铃铛啊 谢了 书归正本 在中国的学术权威之中 于平博的名字应该是家喻户晓吧 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最早就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尽管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运动的时候 于平博被罪先祭出 但是他赶紧公开声明和胡适划清界限 换来了 对他的批判按下了暂停键 文革浩劫中 到了七十年代初 于平博和社科院的其他学者 比如钱中书什么的啊 都被下放到了河南西县的五期干校劳动改造 西县的村民呢都听说过于先生的名字 有的还说 知道知道 就是那个写红楼梦反毛主席的老家伙嘛 据大陆媒体披露 有一次 几个村民在路上截住于平博问他 红楼梦是你写的吗 为什么要写书反对毛主席 于平博赶紧说 不敢不敢 红楼梦不是我写的 我写不出来 这几个村民大声的嚷起来 大家快来 报上都说了 就是他写的 可他死不承认 什么不敢不敢 我看你狗胆包天 你有什么不敢的 这个时候 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上来推开众人说道 这个问题很严重 留在医后再批判 现在先让他交代 是怎么勾搭上大反动派美帝走狗胡适的 大概这位青年的文化比较高 知道红楼梦真正的作者是谁 绝不可能是于平博 就站出来帮他演示一下 事情就过去了 后来文学所的几个人是好说歹说 把于先生领回干校了 这是说的于平博 《红楼梦》和《红学家》被批判 乐剧电影《红楼梦》和饰演宝玉待遇的艺人 也没逃脱糟糕的命运 1962年由朱石林担任艺术指导 陈范指导的乐剧电影《红楼梦》 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下属的海燕电影制片厂 和香港金生影业公司合作开拍 两家怎么会合作呢 咱一会儿说 徐玉兰扮演贾宝玉 王文娟扮演林黛玉 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孙道林的妻子 徐玉兰塑造的贵族公子宝玉温文儒雅 王文娟塑造的黛玉 既秀美柔弱又不乏刚毅执着 才华横溢 这位还满怀理想的林妹妹 很快就成了乐剧艺术的经典形象 后来广传于世的宝玉口语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就是中国六十年代那时候成了金剧的 据说王文娟特别喜爱林黛玉这个角色 因为她真诚不虚假 感情也特别深 王文娟也非常能感受林黛玉 孤苦伶仃寄人篱下的心态 因为她自己就是在十二岁那年离开家乡和父母 到上海拜师学乐剧的 王文娟13岁开始登台表演 这为她之后扮演林黛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早在1948年 徐玉兰和王文娟就开始在乐剧领域合作 后来他们还一同前往朝鲜战场 慰问帮助金老大侵略的中共志愿军 从朝鲜回来 徐玉兰 王文娟进了上海乐剧院 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 其中由以1958年演的贾宝玉 林黛玉最为人知 当年过年期间 乐剧《红楼梦》连演了54场 是常常爆满 观众统计超过了8万6千人 那可是演剧啊 1960年 乐剧《红楼梦》剧组去了香港 同样引起轰动 当时连美国东南亚的乐剧迷们 也拉家带小 打飞滴 轮船赶来观看 看到舞台剧空前成功 香港金生影业公司就和海宴厂 联手制作了乐剧电影《红楼梦》 大家知道 那个年代 香港电影公司掺和到大陆拍电影 还是比较少的啊 不像现在 1962年电影拍成之后 再次大获成功 在香港连续上映38天400余场 观众接近40万人次 当时香港只有330万人呢 还不到现在的一半 大约和八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看过 但是《红楼梦》在大陆还没上映 就被下架了 奇怪吧 徐玉兰和王文娟 首次看到自己拍摄的电影 还是在他们被批斗的场合 看过那场景您可以想想 要多扯有多扯吧 一会儿给您学学 剧情是这样的 文革爆发后 电影《红楼梦》被打成了大毒草 徐玉兰和王文娟被一起关进牛棚 外面呢还画了一条蛇 说那是蛇洞 被贴大字报 被抄家 被院子里的造反派各种折磨抽打 几乎是他们每天的生活内容 因为徐玉兰有武功的功底 更没少挨打 有一次 徐玉兰回答造反派小头目的问话 惹恼了对方就被暴打一通啊 后来徐玉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谈及当时的感受说 我就想 过去我在戏里面演清官 经常把人打多少大板 这大概是报应啊 最厉害的一次批判会 是在中苏友好大厦 造反派是一边放《红楼梦》 一边批判 而这正是他们第一次在大银幕上 看到自己演的这部电影 颇为滑稽的是 影片中宝玉一出场 造反派们就喊 南阿飞出来了 黛玉出来的时候 造反派们就又喊 女阿飞出来喽 不时引爆全场哄堂大笑 阿飞是来自上海的杨精邦英语 特别指举动轻狂的小流氓 对于红小将们这样称呼他俩演的角色 徐玉兰和王温娟是又好气又想笑 有意思的是 发现现场的人是边看边哭被感动 红小将们的批斗只好草草收场 后来他俩又被要求定期到上海乐剧院院部 攻棚还有武器干校劳动改造 他们就一边种菜养猪 一边偷偷练功 直到文革结束 他们才有机会重登舞台 但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是人们眼中的阿飞 封建残余 在乐剧团也没给他们任何角色演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 电影《红楼梦》重新拿出来放映 由于人们很久没看到这样的电影了 一下造成轰动 上海第一轮先放 36家影院24小时连映 中间只有几分钟换场时间 那简直就是万人空巷 后来放到杭州 再到县城 一直放到生产队 山沟沟 连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放了 据王文娟回忆 电影散场之后 地上总能扫出一大堆鞋子袜子来 是因为人太多被踩掉下来的 这种轰动程度是可想而知吧 人们对不朽名著《红楼梦》 和参加演绎的艺术家的喜爱 远不是吴京们战狼红片可以比拟的 就是这样红货 因为当时一些唱段被剪短了 劝待这样动听的唱段还被当局审片删除了 号称是电影时长不允许 而没有能够出现在电影中 王文娟说 这事让她肉疼了几十年 直到1976年 王文娟才再度登台 扮演一个纺织女工 那时候王文娟已经整整五十岁了 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会演戏了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徐玉兰 王文娟成立了自己的《红楼剧团》 走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 可惜的是 徐玉兰2017年病逝了 想高龄九十六岁 王文娟也在2021年去世 得年九十五岁 是不是染了匪共放出的病毒 未知 那么一部《红楼梦》究竟讲了什么呢 是红学家们所说的家族兴衰 贵族爱情 还是老毛和共党眼中的阶级斗争呢 请看《红楼梦》第一回的名句 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都言作者池 谁解其中味 说到心酸处荒唐欲可悲 由来同一梦 休效世人迟 显然 迟迷世间事的世人 并没有参透曹雪芹老先生写作此书的真意 其实他讲的是 劝人看破红尘的神仙道 《红楼梦》讲的是女娲式炼食补天之石 一块多余的石头动了繁心 无才可去补苍天 网入红尘若许年 乃化作一块玉石 随赤霞宫神英侍者投胎为宝玉 入凡间进一步修炼 也是高层来的将诛仙子 转生为黛玉 如何了却与神英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 而帮助他如愿以偿 神英侍者最终又如何 阴空见色 游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而回归的故事 换句话说 宝黛关系表面看似爱情 实则是报恩和了愿在背后牵着 《红楼梦》第一回出现的一僧一道 根本就是来人间点误世人的神仙 您看那道士一路走来 需要格外关注他唱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再何方 荒重一堆草莫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中朝只恨巨无多 急到多时掩蔽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 持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儿孙谁见了 古往今来 人们都想往过上神仙般的生活 风衣足食 无忧无虑 荣华富贵 可是人世间的得失是由因缘关系 因果报应所决定的 因此才由省事横眼里的 不如一事长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的人生感叹 人们执着地追求着人间的所谓幸福 可生命却短暂又无常 什么才是永恒呢 有多少人能放下执着 又有多少人能够得到神的度化呢 红楼梦其实就是在劝导人们要看破红尘 从谜中警醒 世上的东西都是不定的 得到了名利也只是一时的 人终有一死 钱财再多也带不走 亲情随好终须离别 唯有修炼能够得到永恒和真正的幸福 什么叫好 什么是了 来世的愿望都实现就是好 能圆满回归你来时的地方才是了 红楼梦还涉及了如下的三个主题 一是有恩必报 人间天上都是一样的礼 神仙受恩也得同等报答 得多大的得 报多大的恩 二是人世间充满七情六欲的大官员 可以是高级生命了愿而反本归真的修行场所 三是万事皆有因缘 人生不过是个剧本 逐个的角色轮流上 整个红楼梦即是在导演的安排下 主角和配角的一生 包括台词都是像演电影一样的 走过场而已 红楼梦的相关人间故事讲完了 您了解了红楼梦的真谓 就可以明了红学家们的分析并没有切中核心 就可以明了共党所以要对这部明著极尽歪曲 就是想让世人偏离红楼梦 要传递给人的真意 最后 给各位看本集到底的老乡 透个山哥斯家的小秘密吧 山哥十二岁就看红楼梦 一共看了三遍半 那个时候常常是看得泪流满面 现在想来 在下后来信神修行和少时进悟红楼梦 绝对有关 另一个收获就是 共产党这种扯谎的玩意儿貌似强大 遇到千古名著 也只能遭到在真诚人类心中千万变的被摁到地上摩擦的下场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谢谢您的订阅点赞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